行政院劳委会决议 基本工资由每月17,880元 调涨到18,780元 政府说会逐步调整 但是民众觉得 依目前调涨的幅度 跟不上物价调涨的速度 调涨900元 很难满足现在生活的基本需求 劳资学者官方 昨天经过五个小时会议 基本工资每个月小涨900元 换算成时薪相当于调涨5元 这个结果民众普遍认为差异不大 我觉得没有帮助 帮助不大 根本跟没有都差不多 应该是没什么帮助吧 因为现在物价都涨得很多啊 只只感觉它是不太够的 跟不上物价的上涨指数 台湾的劳工薪资 已经有十年没有调涨 相较于欧美日韩各国 薪资调整幅度明显落后 对于民间团体大声疾呼 要把失去的十年找回来 今年行政院长吴敦宜表示 政府已经尽力补上 劳方他说要一次把十年补过来 但是我们执政三年 已经分两年把它补到相当的比例 那过去那个空白的十年 不能完全归咎给我们执政 重新执政这三年 基本工资调涨5.03% 劳资双方都不满意 劳方嫌涨太少 资方认为成本增加将导致产业外移 企业的话 他必须要有创新的筹法 对不能说只压力工资 然后去去做这种cost down的行为这样 薪水追着物价跑 基本工资究竟涨多少 民众才会满意 恐怕还有一番讨论 新唐人亚台电视 陈锡辉黄定国林秋霞 台北新竹采访报道